不好意思 那我就跳跳跳跳 我就跳到這個 不好意思 其實我在這邊要講就是要挖兩個坑 就是第一個就是我一直在做這個Fly Fox的這個套件 那就是之前有那個110S的問題 那後來我就把那個套件的原始碼都搬到了現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如果有就是說這個上面這個是舊版的 就是還沒有支援110S的版本 那下面這個就是新版的扣 就是我把兩個扣都分開了 那就是有需要或者說想要幫忙研究 或者是想要幫忙測試這個套件的話 就是可以來這邊就是抓一下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坑就是這個 那這個就是前陣子就是在那個PT 有炒一個就是MOPT的事情 那我就花一些時間把那個現在BBS Fox裡面的連線模組 全部都搬到了這個專案裡面來 那現在就是已經可以在那個手機上面來執行連線的那一塊 那所以Telnet的部分應該就是OK的就是資料都可以拉進來 那就是剩下一些UI的處理 然後後面的taster處理 那就是這個專案就是 預計會就是慢慢把它做下去 然後可以做到就是說 主要目的就是目標就是開源 就是會把它做成就是完全開源的一個專案提供出來 那第二個就是不會有廣告 那第三個就是我還會再把目前BBS Fox裡面那個SSH的support也放進來 所以就是我不知道現在的手機上的開源有沒有就是SSH的support 但是我應該就會在這個專案裡面把它架進來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就是說如果對這個專案有興趣的話 就是可以一起進來做 那我主要就是處理程式的那一塊 那UI那一塊現在就是也還剛開始 所以如果有什麼構想或是說覺得 覺得UI要拉些什麼東西的話 就是可以來提供一下這樣子 好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講推這兩個坑 那那個本來是要講那寫套件 那就下個禮拜我再過來講這樣子 好啦謝謝大家 有坑 如果我如果要就贏這兩個 就是說有對這兩個專案有興趣的話 就是可以再聯絡我這樣子 那 因為原始碼都在就是都有寫的 所以說大家都了解 就是說有改進或是什麼的話就是都可以討論這樣 好謝謝 謝謝 謝謝ETT 下禮拜期待你來講怎麼寫套件